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集,我们会继续讲述新马斯增的家人增产事件。 自从邓家家人,在永长大厦因追债问题,大打出手后,邓家为财产分配问题分为两派。 一派以长嫂红金梅为主,另一派则以长嫂的四个儿女,加上长嫂的帝梅为主。 白允琴于新城电台,主持电台节目尽数心中情时,出言支持长嫂红金梅, 指持善灵王新马斯增浪得虚名,指责新马斯增的儿女无孝道。 他与另一主持人,雷宇洋,在节目中展开麻箭。 白允琴更在直播中,爆出痴妈根等粗俗语,令人质目。 八舅父洪家全,在节目中接受访问时,爆出邓家增产风波内幕, 逐一施骂十一依,九舅父,及邓家四名子女,包括踢爆邓绍尊, 当年在加拿大闯祸,要长嫂保救求情。 而八舅父洪家全,更因此被邓小艾和十一依洪国华控告诽谤。 此外,白允琴于谢伟俊亦因此事,被新城电台停职,节目永久停播。 1996年12月,新马斯增病情好转,外出与子女看电影。 1997年1月3日,新马斯增病情恶化,因知气管炎, 飞迹痰,及心脏病入住家诺杀医院,留院109天。 至同年4月21日,晚上8时30分逝世,享年81岁。 新马斯增病逝后,三千多万的留院费,要子女各自变卖产业支付。 长嫂分毫未出,家想之前的不和。 邓家四子女拒绝长嫂,到灵堂拜祭。 长嫂在同一殯儀馆领设灵堂,更开记者招待会。 哭着扬言要抢尸,经过争执后,四子女同意让长嫂,送长哥最后一程。 新马斯增在1992年立为足,以长嫂为执行人,分得60%遗产,如下40%为儿女所有。 他于1996年时另立为足,把所有遗产平均分级四名子女,没有预留级长嫂,声明长嫂经济独立, 不会得到任何遗产,若他提出任何争议,则负他一言,作最终解决。 长嫂及四个儿女因遗产分配,而对保公堂,断断续续持续约十年,直到2006年,法院宣告长嫂败宿而落幕。 各位关于邓家的增产事件,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讲述长哥死后,邓家的遗产事件。 有兴趣的朋友,请继续收看,不要错过啊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,就请大家给个like我们, 同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Lan频道, 同时记得按下个铃铃,那我们每次出片, 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